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我現在定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這個樣子 那麼第一小題 它說你X給它帶跟號3的話應該多少 跟號3是一點多 一點多的話在這裡 跟號3的話 絕對值介於0跟4之間 所以這是等於3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是多少 是F Pi Pi的話是3點多 3點多也是在這裡 所以是3 第三小題 F 這個戶的跟號38 那麼這F它是什麼 它是偶然數 你 就是說 F 負X 會等FX 當你給它帶負X 帶負X的時候 取締值還是在裡面 也就是說 它在0跟4之間的話 它圖形是對稱的 0跟4之間都是3 這個我們把它圖形畫一下 這是一個偶寒數 當然X比4大的時候 比4大的時候它是等於2 然後它是對稱對負X 當x等於0的時候,x等於0是等於-1 當x借於0跟4之間的話,它是3 比如說這裡,3 不過沒有包括0這一點,這也沒有包括,這是空心的 這也沒有包括,空心的 所以圖形也是左右對稱 也就是說,你這個f-38等f-38 這6點多,6636 6點多,所以是在這裡 帶進去應該是2 所以,第三小題是2 讓我們看第四小題 第四小題,它是問說 f-1加3-1的n次方 然後其中n是整數 這樣等於多少 n是整數 那我們現在就討論 n如果是偶數的話 如果是偶數的話 這個是正 這個等於那個 等於那個 等於是f-2 當n為偶數的時候 那f-2等於多少呢 f-2的話就在這裡 2的話 帶進去就等到 就等到 就等於3 所以這個等到 等於3 好 那這等於f呢 多少0 當n為偶數的時候 如果n是偶數的時候 f0 f0的話就是-1 可能等於3 可能等於偶1 當你n是偶數的話 這個函數值就是3 當你n是偶數的話 這個函數值就是-1 我這裡有沒有弄錯 n偶數值是3 當n偶數 偶數值 偶數值 如果是偶數的話 1-1 1-1的話 就是0 0的話就是-1 所以沒有錯